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 今天是2024年7月3号 比特币在我昨天做完视频之后就没有怎么反弹 然后在晚上的时候跌破了我们昨天视频说的62,460 最低差增到了61,800 如果用柳大的观点来看 比特币接下来往56,000那里去的可能性变大了 那是不是趋势走坏了呢 还是跟我们周一说的一样 比特币目前只是震荡起盘呢 废话博主说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各个博主最新的观点与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提阿非罗 他在昨晚10点半时候说 如果不马上收回前高 将是一个123假突破 他说的前高就是62,400 目前来看就是没有收上去 提大认为下方支撑位在60,700附近 比特币依然是在这个区间范围内震荡哦 之前的上涨只是假动作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提大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Jason 他在前天的时候让大家63,700开空 昨晚时间慢收他说 将在此支撑位采取主要TP 相当于比特币跌到62,200的时候 Jason让大家指引一大部分 这个TP你让Sama说的 TP150% TP220% 剩下的30% 62,000下面的支撑位是61,500 再就是60,200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Jason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罗胜 他在昨天凌晨2点半时候 给了一个63,400的空单 止损放在64,400 最终警卫放在60,770 然后在昨晚8点半时候 只赢平仓 耐心等待下一单 行情本质上还是震荡 波动没有惯性 这个信号非常不错 价格也不错 晚点再跟大家聊 他跟大家聊什么呢 罗胜休息了一下 接着说 从入场开始短线走了接近一天 18个小时走了两段下跌 一直期待有第三次下跌 并且的话 这个双顶已经跌破仅限 逻辑上是一个非常好的确认信号 大概率大跌 但是一直没等出来第三推 在耐心等待下 后续的行情会保持跟踪 虽然目前没有什么可持续性 目前处于关键时间节点 行情一旦运行就很快 保持操作才能确保行情 真的走起来能在车上 只要抓住一波大的 后续几个月就可以休息 什么都不要做了 好 这罗胜的观点 小林他认为比特币会这样 走一个下降五浪 1234 还差一跌 他认为庄家后面会来波大的 小伙伴们可以参考一下 罗胜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图表冠军 丹尼尔 他的昨晚7点半时候说 当我们回顾非常不确定的 价格行动时 对数刻度是有用的 从直播的计划来看 目前还不错 相当于丹尼尔认为 比特币会从63000开始下跌 并且不会到前高 这个预判很精准 他对比特币接下来的目标是 61400 比特币最低是61800 离他说的低点还差400点 接着他说 我们还是喜欢低一点的比特币 好 这是图表冠军丹尼尔的观点 相当于61400下方支撑位是61000 61000下面的支撑位是60300 丹尼尔同样认为 比特币是在这个区间范围内震荡 上边线对应的价格是 64255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丹尼尔的观点 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风格 他在昨天上午9点钟的时候 给了一个比特币的做空建议 入场价格63000 止损63700 只盈待定 比特币受水平阻力压制不可忽视 做多建议等待回调低位介入 或是突破且企稳水平阻力 做下一波段多头 留意一下比特币下一个做多买点 接着在昨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 他让大家限价62600 出局70% 止损改为63000 然后昨晚9点半之后 他说维持观点不变 等回调皆多 接着在今早起床之后 他又给了一个比特币的做多建议 入场价格62 止损60700 止盈66000 好这是比特币风格的报单 相当于这一单吃了500点 还有30%仓位没出完 目前他认为这里有可能会反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风格的观点 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 区块链狙击手VB 他在昨天下午5点半时候说 我们将在61900到62200做多 底可以在63600到64200之间被拒绝 我们将在63300平仓所有拖头 好 相当于昨天下午5点半 VB都看到61900到62200了 是吧 他认为这里可以做多 风格今早也这样做了 接着在昨晚7点钟的时候 他说 这很可能启动下一轮 因此 ETC ENS LDO UNI是亚洲开盘做多的选择 本周如果ALT出现小无反弹 千万不要得意忘形 只要知道我们在100日线EMA上被拒绝 这在日线上是看跌的 从今晚到ETF被批准之间的任何反弹都是陷阱 为了更直观向你展示61800处的大买单 如你所见 这些都是大鲸 因此 尽管在比特币上收益不是很多 但三代币可以达到10%到25%的收益 因此 市场会再次对ETH的ETF的炒作感到欣喜若狂 同样 以太坊也是 他刚刚完成了一个大银买单 因此可能会在2或者略高于2的位置被拒绝 目标是3500到3700区域 接着下跌之后再接着分析 这就是我在这里等待的原因 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来克服剁手 而且现在是周二 所以我们会在亚洲开盘时做多 不断做多已进入了第三阶段 我们要等待它的到来 不要在两者之间进行交易 相当于VV认为比特币会这样震荡 这一次又反而到62,000附近 然后再下跌 接着再上挡到62,600再下跌 跌到61,000附近就是底了 应该是不会破6万 这波震荡结束之后 狗庄就会炒作以太坊的ETF 比特币就会向上猛涨一波 接着在昨晚11点半时候他分析 当OI下降时 同比CVD下降 鲸鱼正在关闭空头 也就是说 当散户看到红色蜡烛时 它们会做空 但不会平仓 要么是鲸鱼限制多头吸收空头 要么是鲸鱼在目标位获利 我们必须等待OI的下降 才能再次做多 好 这是区块链狙击手VV的观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他的观点 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 波浪理论柳玉东 他在今早九点钟的时候说 纳斯达克18,028 又又创历史新高了 离我们给出了预测点 18,148一步之遥了 苹果 微软 亚马逊都在历史新高 美帝用股价迎接他的7月4号 今天只交易半天 小伙伴们今天只交易半天 明天美国独立日 庆祝他从英国手上独立是吧 庆祝结束之后 大概率要回调 小伙伴们要注意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柳大对比特币的观点 他说 24年7月3号 日线图 昨天我们给出了监测点 蓝色区线62,487被跌破 增大了歪浪创新低的可能性 从58,402开始的上升 做成上涨推动浪很难了 如果再跌破61,436 则彻底不可能 做不成上涨推动浪 意味着58,402只是下让中的反弹 歪浪创新低的 第一目标是54,772 多头不涨破 城市区间66,804会保持被动 好 这柳一东柳大的观点 相当于现在 比特币要是涨破66,800 就是67 如果跌破6,400的话 目标就是54,770 又又又到了 上涨下的关键时候了是吧 比特币真的不给力 美股不停的创新高 比特币不停的跌 太丢人了 小伙伴们肯定都希望能拉上去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柳大的观点 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 币圈所涨 他的昨天上午 试炼办设给了一个 以太坊的委托空单 3850开空 止损 4小时有要站稳3625 只赢3538 35 3440 3395 级别比较大 耐心等待 来了以后开上也要耐心 比特币现在我看到的 有一种可能性就是 平头抬底三流行 如果我要确认是 第二个底部和第三个底部抬升 那么平头就是咱们的 63,750这个位置 突破以后目标可能是 64,500到65,200了 现在有这个预判 各位了解一下 后面看他怎么走 注意一下SOL 很可能走这种 叫做平坦性修正浪的结构 SOL跟所长说的一样 非常逆天 比特币昨天回调 他上涨 牛逼了 Lansdott之前就预判了 让大家130G的多 所长昨天同样提醒了 很不错 接着他分析 比特币还有第二种走势可能性 这种前提是 开始向于跌破62,500 那就关注61,850附近 走4.2级别的浪性结构 那就这种走势的话 目标应该就是 65,250附近了 好 所长认为比特币会踩一下 61,800附近 然后接着反弹到65,000去 不管怎么样 61,400这个位置可不能破 如果破了就没有这个上涨了 相反 如果是直接拉升的话 目标很有可能是67,000 就在昨天中午12点半超他说 BONK的现货到第二个指引点了 还是要出 至少要出六成了 以太币回调3427附近做多 止损有效跌穿3450 3470 3512 3530 3580 然后又给了一个 比特币回调61,800附近开多 止损有效跌穿61,100 止损小 因此级别较大 注意下 只赢62,650 63,550 65,100 65,180 66,450 然后在昨天下午3点钟的时候 他嘱咐 以太币你在3427开个投仓 到3419加仓 这两位差不多了 有的同学已经开投仓了 我发现各位和我一样时间久了 都学会套路了 接着下午5点钟 他让大家以太币开个投仓 3445后面如果再下来 还要再加一下 别错过了 刚才也提醒各位了一下 看好我说的 我说的是投仓 不是让你直接满仓开进去 投仓的意思是 比如你开10个 你就先开两个 免得一个都没开上就错过了 9点半鲍威尔发表讲话 这个老灯大概率是讲不想降息 咱们以太币有个投仓多单 稍微注意下 下去了正常开的位置 包括比特币是可以挂的 总之仓位别太大 鲍哥不是啥好人 通过翠鸟来看 大家都认为鲍哥要放音 都在开空 不知道这帮人会不会被献祭 以太币下面干脆没啥玩意 看到了没 我得出去一趟没法一直盯盘 各位开单注意 接着在今早起床之后 他晒了一下他以太坊和比特币的多单 所以我说 这是我单子我看 以太币加仓加的比我平时多了很多了 一会儿我把仓位降降 以太坊短期这个3432到3450是压力位 昨晚开了多的同学 你得减减仓位 因为咱们是两个位置开的 比特币设个保护就行 点位十分精准 61,850 好这是币圈首长的观点 相当于昨天他比特币极限皆真了是吧 他看的最低是61,830 如果接下来不跌破的话 确实有可能反了到首长要的位置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他的观点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OBTI一小时的爆仓图 大家可以看到 开空的人比开多人要多一些 这坨空军的爆仓位在62,500附近 量能是2.8M 这坨空军的爆仓位在63,000附近 量能只有1.7M 庄家跌毁61,600 就会把大分开多的人全爆完 多军量能最高只有2.3M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的全局爆仓图 在目前价格附近 开空的人比开多人要多一些 庄家涨到65,000就会把他们全部都爆完 空军量能最高是3.9M 这根短短的多军爆仓位在61500附近 量能只有2.2M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以太坊 以太坊这么久了 终于跟比特币反过来了 没有人开空了 都在开多 这坨多军的爆仓位在3390附近 量能不大只有1.8M 不影响比特币的走势 以太坊的全局爆度跟比特币是一样的 开空的人比开多人要多 这坨空军的爆仓位在3486 量能是3.4M 这坨多军的爆仓位在3380附近 量能只有3M 今天的恐惧贪婪指数是50 总而来说 目前这个位置非常关键 今晚美国只开盘半天 明天7月4号 明天放假 直接就跳过到周五 去发布废农数据了 马上马上就要出方向了 小伙伴们危机于机遇共存 到这个时候确实可以搏一手了 我话就不明说了 懂的小伙伴都懂哦 好 今天内容分析就到这里 如果需要社区VIP实时报单策略的话 欢迎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加入社区参与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